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三路威海的刘宫岛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当年北洋水师的一个水师衙门 我们去看一下 北洋海军提督署 它台阶呢非常大气 两侧呢都有这个 没谁 对面的一块牌匾呢是海军公所 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进去 在它的这个大门两侧呢 分别有这个石狮子 这个呢是一个放炮的一个架体 它这个提督衙门上面呢 这幅英联呢就是李鸿章所提 非常气派的一个提督衙门 这个北洋水师提督呢 就是当时北洋水师的一个最高长官 衙门正对过呢就是海 当时的水师提督衙门呢非常气派 它一共是有三女院子 我们在大厅的右侧呢 是一个机要公事房 这里呢是负责一些海军的 重要的机要文件 一些电报 这当年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在墙上呢 它还有北洋水师的照片 它和电视上所演的一些服装呢 完全不一样 在它对过呢 就是提标都对为一个办公的地方 这里呢 它是负责拟定和实施作战计划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前面呢还有海军的服装 进来提督衙门之后 这间大厅呢就是最重要的大厅 礼仪厅 它两侧的还漂亮这个大青的龙旗 有块牌匾 威尽海江 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厅 这是迎接甚至还举行一些重要的活动 都是在这里 这是进来没之后第一个大厅 这是里面的一个城市 中间呢有个主座 后面有个木质屏风 礼仪厅 它两侧呢有这个关牙牌 当年的李鸿章李仲堂 他来威海 到北洋水师越军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里接见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 这个呢就是礼仪厅 他前面的样子 我们接着往旁边去走 在伊斯汀厅的旁边呢 就是北洋海军一个总查攻势房 以前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呢 是一个外国的狼威尼 这就是傅元他以前的一个样子 他在这里呢是协助丁组川 训练这个北洋的舰队 布置上呢还有这个军舰的一些模型 墙上呢这是西洋海军的国旗 这里呢是国际通用一个信号旗 这个北洋水师呢 他的很多管内呢都是在外国留过洋的 海军呢也是一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军种 哇这里呢是他的第二间院子 他的地方好大 非常气派这个衙门 这个呢是北洋海军提督的公事房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也就是当时北洋提督 丁组川一个办公的地方 哇两层呢是关押牌 前面呢有一个木制的屏风 上面雕刻的是麒麟 麒麟呢他是清朝官员这个一匹五官 他的补质 这个墙上呢还有这个顶五舱的一个画像 中间这个大厅呢他是议事厅 也是在这个礼厅的后面 他这一处院论呢我们看到了他有四个这个蓄水池 这是一个海军在取水 好我们到议事厅里面去看一看 他这里呢也是举行军事会议的一个地方 他这个桌上还有这个军舰演练的一个模型 他这里呢有一个壁炉 我们在这个提督衙面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的东西 这可以说是北洋水师呢 他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舰队 这是一个当时开会的一个场景 坐这里呢就是北洋水师提督 丁组川 那位杨林呢就是总察 朗威里 那像坐得非常逼真 前面呢就是致远的管载邓四川 周围站下来的那像呢 他就是刘布禅 是定远号的管带 刚才在那个会议桌上所坐的人呢 都是北洋水师的一些高级将领 他所坐的一个复原场景 就是在1890年 李鸿章来这个北洋鼠西 他提前的一个开会 他这里呢是记察全金军械事务处 也就是办理这个军械发放和零用的地方 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办公室 他还负责这个军械档案的一个掌管 前面桌上有一顿帽子 这里还有这个地球仪 我们现在开始去前往他的第三名院子 这里呢最中间的这间大厅呢 就是北洋水师祭祀的地方 墙上的柴花呢就是北洋水师在祭祀 这个呢就是北洋水师的军旗 青龙黄旗 这个就是祭祀大殿里面的样子 这间大殿呢 他正宗端坐的就是天上圣母 也就是南方人所拜的妈祖 在这个威海呢他信奉三位海神 一位呢是这个妈祖 还有一位呢就是东海龙王敖广 因为在传说中呢 这片海域是属于东海 还有一位呢就是刘公 刘公呢也就是关于这个刘公岛的一位神仙 在祭祀厅的西侧呢就是基查全军 轮居事务处 他这里呢是总管整个北洋海军的 轮机的养护还有维修 当时他们就是在这里办公 不仅如此他们还负责这个军官的考核和升降 非常大的一个权利啊 在他一侧呢还有这个绘图房 他是负责这个轮船打炮的一些绘图 他们呢为这个机器上提供整体的绘图数据 哇这是一个技术工种 我们现在到他的东市厅去看一看 哇好多人啊 这里是总理全军的一个营物处 他这个呢是一个技查部门 他负责监视这个舰队的训练 还负责技查全军的一个良想的一个发放 哇这就是里面的一个样子 他的旁边呢就是他的一个总理全军营物处的一个公寺房 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呢办理这个良想的发放 还有这个支付的一些文册 相当于是一个财务室 这里呢有四个雕塑 他就是当时北洋水师的军夫 这里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师提督衙面的他山顶的院子 在后面呢还有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博物馆 他就是在这个水师提督衙面的后面 这个呢是当时北洋水师纪远舰 他的主毛被打捞出来 四隔多年 这个呢是在1992年所打捞出来的 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白头鱼雷 上面呢还有是他的秃子 这是北洋海军时期的各类的炮弹 当时呢他是以这个德国的克勒勃炮为主 这是在1988年6月打捞出的G远舰的侧外版 这个大炮呢它就是G远舰上的主炮 它是一个德国的克勒勃大炮 哇它呢是210口径 在当时呢也是一个杀伤力非常大的一个大炮 G远舰呢它是一艘德国制造的军舰 是由李鸿章命名为G远 在甲乌河战中这个G远舰呢被日军复获 这个呢是被打捞出的一个舰用的一个装甲炮 这是19世纪的一个海军矛 当时北洋水师所用军舰呢是不可谓不强 在甲乌河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数年之成果就是烟消云散 当年的北洋水师呢 它是洋务运动之后最杰出的一个成果 这里呢就是当时的一个最高行政单位 这里呢它是北洋海军提督书房 是丁武昌休息和读书的地方 在1895年丁武昌被困于刘宫岛 就是在这里自杀信国 在第一进院子呢有一间房子没有开放 这里呢就是讲武厅 好那到现在呢我们这个大清湖的北洋水师提督衙妹 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个地方见